来自巴西的爱情的模样不仅讨论同志之爱,也探讨身障者在成长过程遭遇的许多状况。 主角李奥天生目盲,他在新学期前许下恋爱的愿望,然而身体的桎,父母的保护,与青春期的敏感令他一再受挫,此时,有个突如其来的转学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没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地生死不渝,本片透过一个个日常片段,构筑出青涩又单纯的心动瞬间,且剧情合理,演员的表现亦令人入戏。 不过由于年代略久又未特殊题材,目前只能透过代购或小型卖场购入,建议仔细比价在下单。 充满规定与制度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害怕自己的不一样被看见,然而不一样,为何会成为对他人另眼相待的理由? 当他们认真编织时徐缓地解开了热道不友善的结,除了挑战LGBT情节外,更由当红演员生田斗真是演跨性别角色,并透过孩子的视角打破现实的歧视与框架。 本片叙事行云流水,不说叫也没娱乐或狗血的桥段,且不时流露女性导演特有的疗愈氛围。 让人看见民风叫保守的日本,也能在跨性别题材中展现如此温柔的诠释,而本片也因此成为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指定作品,虽然内容比起男同志作品来得更为小众,但仍值得大家一看。 随着社会风气渐渐开放,同志,BL电影虽有越来越多元的趋势,但仍有不少是围绕在悲情苦恋打转。 然而这部听见向阳之声,反其道而行,以清新设定与明亮的画面呈现,打造舒服右耳目一新的风格。 本片根据漫画改编,描述有听觉障碍的主角山源杭平,认识了声音爽朗的左川太一,两人从朋友开始逐渐越走越近。 作品透过对话与互动的细腻呈现刻画出角色心思,整体没有突兀转折或过于激情的演出,自然的情节流动令观影的感受更自在。 虽然本片演员的知名度不高,不过特别推荐给喜爱校园恋爱题材的族群。 采用三段式叙事手法的月光下的蓝色男孩,以不同篇章讲述黑人男孩的童年、青少年、成年三个成长阶段,其中夹杂着同志情怀、担心家庭,甚至是霸凌、毒品等现实元素, 显露主角探索内在性倾向及意图走出困境的过程。 比起以大胆激烈的性爱画面博得注目,本片以尽显示意的方式呈现,画面也常出现大篇幅的留白, 剧情则以角色彼此的情绪与精简的台词展现当下的状态,虽然在同志情节的助力不重, 但仍是一部适合独自安静欣赏,令心情沉浸的电影。 女朋友 男朋友在台湾的同志电影始终拥有重要地位,故事描述二男一女的爱情纠葛, 乍听俗气,却在角色互动间展现情感流动的细腻, 更以野百合学运作为时空转换的交叉点, 除了代表主角群从单纯天真的学生, 转变为情感与思考复杂的成人外, 同时也更贴近台湾观众生长的背景。 导演在本片中不仅运用大量隐晦的表达, 更透过画面的隐喻性触动人心, 再加上华语圈熟知并喜爱的张孝权, 桂伦美, 凤小月等演员, 更令人容易入戏而感同身受, 为不可得的爱情怅然。 改编自BL漫画界天后Coinette的同名作品, 就连南星福山雅治也为之著迷的明鸟不飞, 乌云密布, 2020年登上大荧幕后再度掀起热潮。 故事讲述花明在外的黑社会二当家时代, 迷恋上了保镖百慕鬼, 对方却因不知名的理由而不接受自己, 两人的揪心过去就此成为乐恋的开端。 由于原作极有很强的分镜感, 因此电影画面的水准也相当细腻, 且没有一般夸张幻想的BL情节, 反而认真刻画主角的心境转折, 再加上本片在2021年3月也推出了前传电影, 令广大BL迷得以继续沉迷于本作魅力。 当天才与男同志的角色身处于同个身体, 竟成为无法融于当代的罪恶渊源, 国家更继此进行迫害。 模仿游戏将电脑科学之父图灵的生平般上台面, 除了展现叠对叠的刺激感, 更直视图灵的同志身份并深入挖掘, 令观众一窥伟大天才背后所承受的矛盾。 本片由被誉为最适合饰演天才的班奈迪克康伯败驱担当图灵一角, 他将自觉于世外的孤独, 对爱人的浓烈情感, 以及面对国家迫害时的勇敢, 活灵活现的重塑, 且剧情高潮叠起毫无冷场, 当图灵为了继续研究而选择屈辱接受惩罚, 那绝望的剥夺感张力十足, 令人为之心碎。 因为世俗对同志朋友的接受度不够, 因此许多同志片剧情总是围绕在谎言, 隐藏的痛苦之中, 然而亲爱的初恋将一般人在恋爱过程中会发生的所有可能都放进情节之中, 只不过, 主角在电影最初就告诉所有观众, 看似与旁人无意的他怀抱着一个巨大秘密, 他是gay。 本片除了以喜剧手法处理主角面对出柜的各种可能, 也非常友善地设计出开明的父母与身边的友人, 使得整体氛围相当明快, 细节设定也非常真实, 又不时有令人捧腹开怀的轻松情节, 是不能愉悦观影又不忘反思的青春小品。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在第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荣获四项提名并赢得改编剧本奖项。 电影内容起于17岁的南海艾里欧, 他意外与父亲邀请来到意大利乡间过暑假的研究生奥利佛有了秘密情愫, 然而假期结束之后, 这份不断滋长的感情又该何去何从? 本片巧妙地以暑假暗示这段感情的终点, 两人在暧昧与试探之间倒数计时, 也让这段爱情更显珍贵。 同时也透过如拥护、镜桃等物品象征冲动的情欲, 却又不显下流色情, 深刻带出一段巨带入感及想象空间的夏日恋曲。 亲爱的房客讲述主角建议抚养深爱之人与前妻的孩子, 甚至照顾对方患病的母亲, 她是没有血缘, 但却扛起一切现实压力的房客, 却因故遭控为杀人犯。 悬疑的事件背后除了探讨优威的同志情感, 更揭开社会、法律对关系的狭隘认定, 以及人性面临收养、死亡等现实的思考及情绪转折。 本片荣获金马奖六项提名, 演员莫子怡、陈淑芳也分获殊荣, 除了两人浑然天成的演技外, 就连小童星也情绪饱满, 不免令人眼泪速度溃低。 由于作品上映后大受欢迎, 除了一般版DVD外还有珍藏版吉兰光可选购, 非常适合收藏。 如果有看过布莱德·比特主演的《大和脸》, 想必一定对画面中静谧且深深的高山流水印象深刻。 而断贝·山泽带领着我们重温当时那令人眷恋的风景, 只不过, 故事的主角换成了杰克与爱尼斯两个萍水相逢的牧羊人。 透过杰克各轮廓与西斯莱杰的精湛演技, 成功将李安擅长的沈默化作内心的千言万语, 即便只是单纯的眼神交汇, 也能感受到两人澎湃并满意的爱意。 此外, 本作的成功不止让同类电影更加受到瞩目, 也让无数的同志朋友鼓起勇气为爱发声, 是一部极艺术价值与影响力于一身的经典。 白仙勇的涅子里写道,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独自彷徨街头, 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暗喻着在那个被世俗与保守观念束缚的年代, 大多数同性恋者如果不是走向黑暗, 就是和剧中的主角柏叔和阿海一样, 选择隐藏真实的自己, 走上结婚生子的正途。 导演大胆地以两个男人的耻目之恋作为题材, 企图打破美感的界限, 极有昏黄的镜头和有潜入深的剧情, 窥探上一代人说不出口的情感归属, 以及每当在激情过后, 终究须面对与家人之间那段剪不断, 理还乱的结。 浪漫又开放的法国人, 对于同志电影的诠释, 也相对多元且自然。 导演以流畅的节奏描绘都同志世界的真实生活, 而穿插在其中幽默却充满深意的对话, 不仅拉近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也让我们了解到, 真爱不挑性别和年龄, 而是有没有在对的时间遇见那个他。 身为作家的主角雅克, 过了儿历之年的他遇见了文艺青年亚瑟, 两人一见钟情, 心中的阴霾, 却让他变得胆怯。 132分钟仿佛见证了一个人从年少轻狂到中年凋零的过程, 虽然结局不完美, 但至少曾经刻骨铭心地爱过。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